今天台北又是非常熱 其實不只台北 全台灣都熱透透 我們看到 這是我們今天在早上上午 在進行題目發想會議的時候 我們的小編就把全球的溫度 用色洩方式來給我們做展現 當然現在藍半球是冬天 所以比較低的溫度 都在南非阿根廷身上 可是我們看全球的溫度 黑的就是超過標準的溫度 現在已經燒到燒焦了 包括我們看台北 緯度在25度 現在是35度 可是日本今天 其實溫度跟台灣一樣 比緯度相對於台灣 偏北了10度 可是溫度比台灣更高 反不低 到了內蒙古 更是高達了37度 那不僅是亞洲地區 包括了美國 包括了北非南歐 現在溫度都是非常的燒烤中 那我們看到溫度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是從美國的NASA公布出來的數據 從1990年到去年8月份 最新的海洋速度 海洋的溫度 實際上這個速度 這個圖其實是一個動態圖 因為我們設備的關係 不能展現給大家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每一條線 就是從1到12月 海洋溫度的一個平均值的估算 去年的8、9月 整個海洋的溫度已經刷新了近30年的新高 到今年為止 我們看到海洋溫度 還在持續的一個攀高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不管像你去西邊玩 還去海邊玩 你發覺水都是溫溫熱熱的 全球最大的火鍋 正在太平洋發生 丟下去 什麼都會熟 這是溫度目前的一個變化 另外我們看到大陸更誇張 包括在前天 在天安門廣場 一個非洲來北京觀光的黑人小朋友 結果中暈倒了 我們看不僅是非洲黑人在北京暈倒了 現在連豬色的豬 都已經快被主熟變香腸 看一下最新東森的報導 這消防水柱的水不斷的噴灑在豬隻身上 可以聽到他們是發出陣陣的聲音 可以感受到他們是相當的舒服 這是在江蘇肅牽的一個養豬場 因為裡頭相當的悶熱 溫度高達四五十度 裡頭數千隻的豬 都已經出現中暈倒的現象 養豬場老闆是趕緊打電話 給消防隊請他們來協助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最近這幾天 江蘇肅牽這邊是下起雨以來 也造成了停電 等天氣轉好之後 廠房內卻不斷的飆高溫 因為電風扇停止了之後 所以這個肅牽之珠 真的是熱到快受不了了 出現這個熱暈倒的情況之下 楊豬場老闆趕緊是打電話 來請求其助 最後這些豬是趕緊用水來噴灑之後 終於幫他們給降溫了 大陸消防隊員還真辛苦 還負責雇養豬場的豬 7月13號是北京 非洲來北京的朋友 在天安門縱暑 這是照片 因為他說 非洲都沒有北京那麼熱 所以又有暈倒的 那另外還有非洲到武漢留學生 他這個夏天要回非洲去避暑 跟我們想像都不一樣 那大陸最近幾天最紅的新聞 是一個山東的產婦在家坐月子 因為有的鄉下很保守 說坐月子的女生不能吹風 然後頭全是要蓋緊緊的 結果不開空調 不吹電風扇之後 結果出現熱摔截 那不幸的中暑身亡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了 江蘇的養豬場 現在消防隊員不是救火 而是救火大 你懂意思嗎 救火跟救火大 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救火大是一種哲學問題 救火是一種物理用水澆火的問題 所以現在消防隊員都變哲學系 救火大 那誰火大 就是養豬場的老闆 跟養豬場裡面的小豬 現在火很大 所以我們看全球其實溫度不斷的一個升高 現在跑來在大陸這幾天的產業消息 出現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新聞 就是小米要殺入空調市場了 其實最近在台灣最紅的一個家電 就是小米的家庭掃地機 我相信在很多官媒家裡面已經有這種掃地機器人 這個給很多家庭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方便 可是小米的掃地機來到台灣 一下就賣翻 因為它的價格只要傳統掃地機器人的三分之一的價格 所以變成台灣是秒殺 那現在小米要殺入下一個市場 就是空調市場 那怪了 因為掃地機器人畢竟有點AI 有點大數據 可是空調市場感覺很傳統 小米幹嘛殺回來空調市場 什麼原因 因為這個市場利潤實在太大了 好 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 全球主要市場的一個滲透率做觀察 我們再看一下空調產業 這個以粉紅色是以日本為例 這是日本從1965年到2000年的空調滲透率 觀眾朋友從這個滲透率可以觀察 隨著國家收入的提高 其實空調的滲透率 就是每家都擁有空調的比例 會來到90%以上 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你家的熱水器會幾台 一台 你家的瓦斯爐會幾台 一台 你家的湊煙機會幾台 一台 你家電視機會幾台 通常有可能兩台 可是你家的冷氣機絕對不止一台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嗎 所有家電都是生活必需品 可是大部分都是一台 一台就夠了 可是只有一個家電會超過一台 那就是空調 那我們想什麼最重要 觀眾朋友你回家定件事是幹嘛 你是問老婆好 媽媽好 兒子好嗎 不是 現在大家回家 第一件事先找冷氣遙控器 所以你知道一開家門 第一件事情 比媽媽媽好更重要 比老婆大人好更重要 比孩子好更重要 就是開冷氣 每天離開家 最後一件事 一定是冷氣關了沒 所以觀眾朋友 這個空調的滲透率 我們再往下一張圖做觀察 同樣是用日本的經驗來做掌握 其實當GDP升高的時候 從日本經驗 最早發動的 第一個 就是這個洗衣機 洗衣機的滲透率 當國民所得4000到6000之後 這個滲透率會快速拉高 洗衣機來了 不用人工洗了 第二個衝出來的是冰箱 當國民所得超過5000塊以上 這個冰箱滲透率會急劇拉高到100% 第三條線是吸塵器 所以當你的國民所得還8000以萬 像包括現在掃地機器人 滲透率會快速拉高 可觀看 這條線是國民所得 這兩條線是什麼東西呢 一個叫做微波爐 一個就叫做空調設備 所以當你的國民所得不斷拉高的時候 空調的滲透率會快速拉高 它特別的地方是在於 開始裝之後不會只裝一台 會開始一台 兩台 三台 你家有幾個房間 裝幾台 這就是小米為什麼要跳到 空調市場來的原因 它等於有點反過來 從手機做到電視 從電視做到機上盒 從機上盒做到掃機機器人 怎麼回頭進空調呢 那我們從另外一張圖做觀察 就是今年大陸第一季的白色家電產業 是刷新性高 特別是第一季的營收 是年增率高達43% 整個大陸零收銷售裡面 最火紅的產業 不是賣手機的 也不是賣豬肉的 是賣白色家電 什麼叫做白色家電 什麼叫黑色家電 沒有 這是以前日本人講的 因為白色家電 就是電冰箱洗衣機 它的殼是白的叫白色 那黑色家電就是家裡的數位影音 像電視機通常是黑色的 除非你變態 不然你家電視一定是黑色的 所以黑色的就是數位影音 像DVD 電視都是黑色的 就叫黑色家電 所以黑色家電 就有點數位影音的感覺 那白色家電 通常就是電冰箱 冷氣機 洗衣機 除非你有問題 不然我相信大部分人家裡的洗衣機 都不會是黑色的 所以白色家電 洗衣機 電冰箱 冷氣機 這去今年第一季到第二季都出現爆量的發展 我完全要去你做觀察 我們這邊是另外一個 安信證券做的一個產業集中度的觀察 因為在供給車改革的過程當中 包括了鋼鐵 包括了塑膠 包括最近很紅的罩子 他們的廠商都是越來越少 廠商少有什麼好處 就像台積電 大力光一樣 毛利非常高 因為沒有人跟你競爭嘛 那什麼產業最爛 像物流領域 像賣咖啡店 因為參與者太多 產業集中度很低 這種產業毛利就低 可是我們看到從這邊作為觀察 從煤炭 水泥 房地產 產業集中度都是越來越高 可是有一個產業 它的集中度是越來越低的 第一個就是公有關的 就是空調 另外一個就是保險業的受險業者 這邊我們要觀察 因為事實上當一個產業集中度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買這個產業裡面的公司 因為活下來的最厲害 那產業集中度越來越分散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投資 您觀察 對 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白色家電其實非常的火紅 這個其實我們觀察一下 日本 韓國跟中國的歷史 就是說日本當時的GDP成長以後 整個白色家電 應該說家電 不只白色家電 就是這個需求讓大幅增加 而且日本的家電品牌 在那個時候打下基礎 那接下來就韓國起來了 那現在是中國大陸 你看它越來越多 這個大陸的家電品牌開始起來 那最近台灣也是看到越來越多 像小米機器人就其中一個 這個掃地機器人 那另外看股價 就看到一個端倪 這是美滴集團 就是中國大陸的兩大家電品牌 你看這個位置大概15塊 去年年底 到最近已經來到45塊 這看起來跟入股完全不一樣 那另外格力電器也是一樣 從13塊不到14塊 來到41塊 這漲幅都非常大 但這個中國家電的部分 這個除了我們剛剛提到 就說第一個 它的國民所得增加稅 增加很多需求量 那夏天天氣熱 就只有兩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是吃冰 第二個是吹冷氣 就這兩件事情要做 沒有 我們剛剛講講 你到台北街頭 你10點鐘 不要12點 12點站出去 現在給你3萬塊錢 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買iPhone 8 一個是買冷氣 你去站10分鐘 你馬上會做出選擇 你絕對不會買iPhone 8 你覺得說 我需要買一台冷氣 這是消費者的 銷售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些家電品牌 沒有跑去做手機 手機的跑來做家電品牌 來做空調 這很特別 以中國大陸來看 其實這是空調產量的變化 當然你說按照 它佔家電的比重 稍微有點下降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國民所得提告以後 我會越買越多東西 以前不會買掃地機 後來會買掃地機 所以那個佔比會稍微下降一點 不過它維持一個 非常高的一個佔比 那家電或者是說有一些產業 它有一些特性 像汽車產業 所以他們特性是什麼 就是有點寡占 它不像便利商店 我愛開就開 對不對 所以它是有點寡占 那中國大陸的品牌 大概是格力 美滴 這是前兩大品牌 這個兩個加起來就超過四成 那寡占會有這種狀況 寡占會有什麼狀況 就是他們的定價模式 跟一般產業跟完全競爭不一樣 跟寡占 跟這個獨占也不一樣 獨占就一家 比如說台電 我要定什麼價格 就是什麼價格 那寡占就是 我有幾個主要的廠商 像我們比如說我們買冷氣 大概有幾個品牌 比如說台灣的話 就佩納索丁克 宜夏 大金 對 比如說日本品牌 就那兩三個 那國內的話就是東元 這個森寶等等 那還有其他次品牌 我們就不講 那寡占的部分 它基本上來講 它的一個產品定價 因為家電比較偏向寡占 你看它的集中度 雖然稍微下降 還是70幾% 還是接近七成 那寡占大概分成兩種 這個比較常見的均衡模式 那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寡占是怎麼樣 就是說我的廠商不多 比如說我們在場就四個人對不對 那這是我們四個人生產 那價格怎麼定 怎麼定 就只有幾種狀況 對 那這個我們假設是分成兩家來看 這是第一家廠商 A這個廠商 那這是B這個廠商 這是A的產量 這是B的產量 對 那其中一種均衡 就是叫做Koner的這個模型 是 它決定是這樣子 我們把這兩家 比如說我跟世光 就兩家廠商 對 那我們兩個決定這個市場的量 對不對 那我就跟你談好 是 我們把兩個加起來變成寡占 是 就是我們兩個加起來 變成類似獨占 一年四千萬台 你就兩千萬台 你多少多少 讓我們兩個化ParaCam 就是來決定這個量 是 這是第一種決定模式 以前面板就這樣做 對 那當然這個你的成本跟我不一樣 是 比如說我的比較高 你的比較低 那我們決定那個量的時候 我們會稍微微調一下 就大家賺的差不多 是 那就會決出一個均衡量 就是說假設這個是 第二個廠商的量 這是第一個廠商的量 對 所以第一種均衡 我們提到Koner的一個模型 就是先決定這個市場的量 總共是多少 然後我們兩個來分 對 這個是一種寡占模型 是 那跟獨占比起來 獨占假設是我只有這家的話 我自己決定量 我一定稍微壓低那個量 把價格拉高 牢力出來 所以如果以這種模型決定的量 會比獨占來得多 對 但是價格也會低一點點 是 這是第一種模式 那比完全競爭好更多 當然 完全競爭會更低 量會更大 對廠商來講 寡占當然賺比較多 對 那第二種我們叫Standberg的一個模型 是 這個模型就比較特別 他是這樣子講 假設市場上有個Leader 比如說世光你是Leader好了 對 你就會算一算這個我生產多少 那這個世光生產多少以後 那居民到底要生產多少 對 比如你生產100萬台 那居民可能只生產20萬台 當你生產只有80萬台的時候 我可能會生產40萬台 對 所以我的量是follow 我是在後面跟隨的 對 你是主要的這個廠商 是 那這時候你算一算以後 你就會打算盤 算出最好的 最大利潤的一個量 就是三星的記憶體 對 類似這個樣子 三星的概念 就是這種獨佔 就是說他有一個Leader 雖然是寡佔 比如說這個五家廠商 但是有一個最大 對 所以其實是他決定 他到底要生產多少 他決定別人的 對 那我看你生產多少以後 剩下我再來生產 這是這種模型 那他決定會量就會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第一個 這個假設這個綠色這個A廠商 我決定生產那麼多 那跨過來以後 只有第二家廠商就只能生產一點點 對 當我生產一點點 我覺得不划算的時候 我就生產一點點 那後面的量就變成是另外一家生產的 對 所以主要是有這兩種模型 是 那家電廠商 當然你說誰是Leader 誰是Follower 就看你的量夠不夠大 對 那以中國大陸 我們以這個壓縮機的這個廠商來看 大概有幾個主要廠商 第一大應該是美資 就主要是這個美低跟這個東芝合資的 對 那另外是琳達 琳達是格力投資的 格力家電 那第三個是海利 海利是日利 他跟這個中國大陸合資的 第四個就是說等於單獨的話 就是銳智 是 那國內這幾家公司來講 其實這個佔比都算是相當的高 對 那當然這是以這個整體壓縮的這個 這個壓縮機的一個產量來看 是 那另外呢 如果說以這個出口的量來看的話 對 其實排名第一的是國內的廠商 就是這個4532的這個銳智 對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廣東的這個美資 是 那其他量都反而比較少 是 所以其實以這個量來看的話 這個有點像是 我們剛剛提到 Leader跟這個Follower 對 那其實對前面來講 就是假設這兩個一起當Leader好了 是 其實他們賺的會比下面多很多 對 因為量是他們決定 當我量衝出來以後 剩下分給你們 是 所以這個家電產業的部分 都可以特別留意這種變化 為什麼現在 1929 是 做 ville 因為 是不是 讓我們做 一些 iga 他們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